工作时收到这种简讯 是否令你咬牙切齿 早安 好心情 人健康 你知道吗 阿姆斯特丹登上月球的第一句话 就是月圆人团圆 晨起喝温水 老来不后悔 认同请分享 平时你也许会视而不见 但长辈图背后的设计 其实大有学问 欢迎来到长辈图工厂 一日游 中国景点 山水风景照 配搭又大又简洁的文字 一张风格鲜明的长辈图 就这么出炉了 先是在台湾流行 后来也红遍了中国 这就是长辈图工厂 社区举办的电脑课程 相同于我们的CC 长辈不会用孩子没空教 社区课程带孩子教到长辈 以简单的方式参与数码时代 制作后还能与亲友分享 制造话题 单单一个社区 类似这样的课程 一个月就几堂 难怪长辈图你收都收不完 土味浓厚 亮到刺眼 长辈图为什么一定要用 如此严厉的颜色呢 答案就是年龄 根据法国医学研究 60到90岁的老年人 辨别颜色的能力 只有青年的56%至76% 你的太过分 只不过是老年人的刚刚好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 生长在革命时期 中老年人的审美观 受到了革命的影响 归正宏大 整齐化一就是美丽 颜色也忠于大红大绿 等等的喜庆颜色 中国中老年人不但分享长辈图 也爱分享保健养生贴文 和心灵鸡汤文 但也无意间散播了许多 毫无根据的谣言 微信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 每个月转发5条以上谣言的用户 80%都超过了50岁 有黑商更开启了应用程序 邀请老人家加入 转发附带广告的文章 堪称只要收件人阅读 一次就能赚个几分 另外还能收徒弟 门下地址一转发 你也跟着一起发 躺着都能月入过万 退休好像还比打工好赚 但这些用金的承诺 往往都落空 自己被骗也就罢了 最怕变成骗人的帮凶 许多文章都植入大量色情广告 点击进去便是卖一些风凶减肥 或拉进微信群组 卖一些劣质保健品 甚至假冒药品 各种套路扎干老年人 长辈图也好 保健文章也罢 这其实就是老一辈 在我们没空陪伴的时候 关心及问候的方式 与其大发雷霆 不如多陪家庭 认同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